2019年,云南考生林万东以713分的高考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。 当街道录取通知书时,林万东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放松玩乐,而是在建筑工地上搬砖。 消息已经传播,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,有人觉得林万东是励志考生,也有人觉得林万东是小山村里出来的凤凰男,寒门在男出柜子。 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,林万东也从清华学校毕业了。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?又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呢? 2019年云南省的高考考场外,烈日当空,所有人都在外面焦急地等待。 考场外不仅有家长,还有众多扛着摄像机的记者,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,不知道哪一个考生会第一个走出考场。 没过多久,一位戴着眼镜,体型轻瘦的男子快步走出了考试,记者看到后都一窝蜂地围了上去,大家都对这位首个走出考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。 他就是林万东不久之后的高考状元。 他们七嘴八舌地问着这位小伙子,这次的高考题目感觉难吗? 林万东刚从考场出来,看起来似乎还有事情要办,听到记者的问题,原本神情胶着的他突然笑了一下,他语气轻松地说,这么简单的题目,没一会儿就写完了,还能阻止我打工吗? 说完,在众多记者惊愕的神情中,他直接走掉了。 周围的人都觉得,林万东说话这么狂傲,肯定考得不怎么样,给自己找不呢?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,结果出来之后,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他竟然考了七百一十三份,荣获云南省的高考状元。 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,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孩子呢? 其实林万东的家境并不富裕,甚至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 他从小在云南的贫困家庭长大,一家六口都依靠母亲生活,家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。 林万东的爸爸因为常年超负荷的劳作,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腰伤,之后又查出脑梗,可以说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。 而林万东的爷爷已经八十多岁了,也干不了太重的活,每天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。 林万东的姐姐正在读大学,弟弟也在读高中,一家几口的劳动力可以说只有妈妈一个人。 为了能多赚一些钱,林万东的妈妈在工地里搬砖打工。 在工地上打工的一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,如果不是为了养育这个家庭,哪个女人愿意来干这些呢? 但是家里还有五口人张着嘴等吃饭,妈妈只能咬牙坚持下去,为了能多攒点钱。 林万东的母亲不怕苦不怕累,争取能多干一些就是一些,她扛着比自己还要重的水泥往返于工地之间。 因为长时间辛苦的劳作,也让这位母亲看起来有些面黄鸡兽。 林万东将母亲的辛苦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 从上学开始,只要有她能帮得到的地方,林万东绝对不会偷懒。 她知道妈妈这么努力,就是为了让他们姐妹几个有出息考上一个好大学。 所以她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,成绩也一直排在全校前几。 课余时间,她也不会出去疯完,而是帮着妈妈在工地里打一些零工。 距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林万东也没办法腾出时间帮母亲了, 所以她和母亲约定好了,等考完是她,就去工地上帮忙。 在考场上她正常发挥,很多题目对她来说早已演练了无数遍。 林万东快速地写下答案,第一个走出了考场。 当其他考生如释重负地走出考场时,林万东反而淡定地奔赴下一个地方。 高考题目这么简单,还能阻止我打工。 2019年,高考考场外,一名少年大放厥词,大家都认为他肯定考得不怎么样,但是结果出来后,所有人都被打脸了。 这位少年竟然考了713分,他就是林万东,2019年云南省的高考状元,这位少年是怎么做到的呢? 林万东来到了工地上,动作熟练地帮着母亲搬砖。 这样的日子,林万东早已习惯了,从高考结束的那天起,他就自觉地来工地报到了。 每天天刚亮他,就和妈妈一起来搬砖搬沙子,原本稚嫩的脸庞上也有了泥灰。 看到儿子卖力干活的样子,林万东的母亲有一些心疼,他对林万东说,孩子,要不你先回家歇歇吧,刚高考完你也放松几天,出去玩几天。 看着妈妈那布满老茧的手,林万东一口回绝了。 家里面还有好几口人都等着吃饭呢,自己还要上大学,他知道这些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,现在多干一些就能让妈妈轻松一些。 母子两人为了节省一些钱,每天早上都把饭做好了,等到中午的时候,两个人就不用在外面买饭了。 六,七月份的天气还很炎热,还没开始干活,母子两人身上就已经湿透了。 当记者一窝蜂地拥到工地上时,林万东正在一堆水泥前,挥汗如雨。 领导还以为工地出什么问题了,一了解才知道,林万东考了有713分,是当年云南省的高考状元。 这下子林万东出名了,大家都都知道工地上出了一个高考状元,林万东被清华学府录取。 当看到那封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母子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他们知道这些年来的努力都是值得的。 林万东这个名字也传遍了十里八乡,大家都知道林家出了一个高考状元。 但随即质疑的声音也突免而来,有人看到林万东竟然是在工地上,便嘲讽到豪门在南出柜子。 还有人干脆说,就算考上了清华又怎么样,还不是凤凰男一个,他的出身还是很低。 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林万东向上的心,因为高考状元的头衔,林万东被很多家长邀请为他们的孩子做课外辅导并给予一定的报酬,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个家庭的负担。 9月份,怀着激动的心情,林万东开学了。 他高考考出了713分,还被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点名表扬,在工地搬砖时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。 他就是林万东,曾被朝寒门在南出柜子,如今他怎么样了?又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呢? 清华学府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重重地表扬了林万东,他说来自云南宣威的林万东,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,日后一定有着无限的可能。 这是校长对他的肯定,也是激励着林万东不抛弃不放弃的动力。 不仅如此,校长还接着表扬了这个孩子,并表达了希望他能创造美好未来的祝愿。 学校在了解到林万东的家庭情况之后,特地为他申请了贫困补助。 成为清华学生的林万东也没有放弃学习,他积极参加校园活动并且努力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。 林万东报考的专业是自动化,但是对于他来说,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,所以在第二年,林万东就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到了经济管理专业。 林万东自从上了大学以来,就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,全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挣来的。 大学四年的时光即将结束,少年还未适应,就要从一名学子转变成为社会人士。 在很多人都还迷茫的阶段,林万东早已有了明确的目标。 毕业之际,很多同学都在纠结是否考研,而林万东却早已有了目标。 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,为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但光有梦想还不够,还需要付诸于实际行动,就这样,林万东在了解了定向选调生的具体事项之后,开始准备选调生的考试了。 经过一层层的考试和选拔,最终在2023年,林万东成为了云南省的选调生,并且成功进入昆明市的办公室。 清华人才积极,优秀地不止林万东一个人,所以林万东想回去建设家乡也无可厚非。 现在的林万东已经在昆明市东川区的办公室里工作了,据透露,他还准备考一个研究生,这样会让自己更加有竞争力。 有这样敢于拼搏的勇气,相信林万东不管干什么,都更容易成功。 现在林万东的母亲也不再去去工地上做一些脏活累活了,因为林万东已经长大了,工作之后也能帮家里分担一些。 林万东的母亲现在找了一份比较清闲的工作,不仅能养活家人,还有时间照顾林万东的爷爷奶奶。 有些人觉得林万东一个清华的学子,毕业之后原本应该有更大的成就,却跑到家乡当个公务员实在是有一些屈才了。 还有一些人觉得林万东也有自己的选择,他选择回到家乡,在父母身边孝敬父母也是很好的活法。 。